各位好 早安 歡迎沙太星期二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志泰 先看看最新的風暴消息 三號強風訊號現在仍然生效 早上的時間 納沙集企在香港的以南 大約四百多公里 我們預料納沙會採取一個 西南偏西的風向移動 環過南海的北部至中部 留意在東北季後風和納沙的影響之下 香港普遍地區仍然吹強風 高地更加間中吹裂風 我們預料三號強風訊號 在中午前也會維持 因為納沙現在已經開始遠離香港 我們預料本港的風力 不會顯著增強 改法八號裂風或暴風訊號的機會較低 不過留意海也會有大浪和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另一方面如果看回雷達圖像 就可以見到 其實跟納沙相關的一些外圍雨帶 現在都在影響廣東沿岸 另一方面受到東北季後風的影響 今早大家可能覺得天氣都涼了 早上來說大部份地區的氣溫 都只剩23度左右 預料日間的氣溫更加顯著下降 大家出門口的時候就要穿件外套 好 接著我們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會吹北至東北的強風 高地間中會吹裂風 天氣方面會多雲有趙雨 留意市區的氣溫會有初時大概23度 下降至最低大概是19度 新界還會再低2、3度 另一方面要留意海會有大浪和湧浪加 展望方面 我們預測未來兩天 都會是風勢頗大 留意明天即是星期三 就會有幾陣的趙雨 朝早仍然是比較涼 不過到星期四的時間 天氣就會好些 到時短暫時間就可以見到一些陽光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